謝謝柯市長來參與我們館池的說明會 謝謝 我是住在吳德街的巷子裡 99年博德公司拆館池做建築物的時候 做建築物動作的時候 我家就像921一樣大地震一樣劇烈的搖晃 原來台北斷城是由大道路跟胡德街交口附近進入的 我看看看那個圖為什麼人間那麼高很奇怪 原來廣池基地有台北斷城通過的真相 這是104年9月25號我們的陳議會議員 在市議會明確指出的又指出園內位移主要破碎 跟主要加上次要破碎袋寬就達170公尺左右 哦好寬哦 我們感謝陳議會議員在廣池開發案的努力跟用心 告訴柯市長深思廣池區位移破碎袋 應盡量避免做建築用地 經濟部中央地址調查所明朝中所所長指出廣池原體 非常的破碎軟弱 延時的品質很差1百分只有20分以下 離氣旁很淺只佔40公尺以下 存在力很弱 我跟剛才那個都發會的鄰居長講的都不一樣 只能低密度開發 不容北市政府默示 廣池地殼下傳來的警告 柯市長知道了 就請用力的給我們力量 破碎袋不能見就是不能見 柯市長要當機立斷盡責任 安全沒有模糊的空間 廣池既然有了台北斷城通過的真相 斷城破碎袋那麼寬又非常的破碎 松懶地質很脆弱 沒有辦法改變 那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 最好的理由爭取在廣池 擁有完整的大大公園立地 這就是柯市長 很請柯市長大人優先考量公共安全 以順應自然的方式開發 為渡市防災公園 再一次的拜託天球市長大人 給我們完整的大大公園立地 請答應我們 這是我們有最好的理由 我充分的理由去爭取廣池 擁有完整的大大公園立地 拜託 謝謝 第二位柯市長大人優先 下一位孫景浩 請準備 我看到市長很高興 因為要見個市長來 今天市長願意在這邊 我們真的很高興 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在講這個故事 因為我們的台北 是最脆弱的城市 這是最近OS8號的暴載 那我們的損失 在台北的損失就會達到半六兆 那我們的地震呢 會造成損失會加進到一兆 所以我說 上面說 地質的脆弱 天在地 密度過高 過度開發 都是問題 那我們國內的專家講什麼呢 就是台大經濟學的教授 林向凱 他在發表的時候 他就說 在地質脆弱的地點 不該過當的開發 台北市其實為了移民 就是因為人口太多 人口密度太高 下一場 謝謝 那我說 我們這個廣治國外院 就有下面的疑慮 這張圖就是 感謝陳立威 陳立威 他的提出 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說 台北大體就是在廣治的下方 你看 上 在下方 地質脆弱 第二 他們是之後都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都是父親 都是四五成的老舊婚 都四五十年了 人口密集 那他現在要蓋 二十九成以上 在斷層上面 那就是叫做國度開發 所以 我建起市長 比照大巨蛋 這個 在避難安全討論會 會召開這個 所謂的地質安全研討 你已經有鑽探了 鑽探以後 是不是做一個討論會 說看能不能開發 下一張提醒 那我們就用 這個破碎帶來看 杜拉基 杜拉基 也在六月一號的 我們要引起 一萬三千多人 他的密度 就是有二十萬 大約是新義區 新義區的十倍人口 是台北市的二十倍 那第二 交通區評估以後 有衍生的人 有一萬一千多人 他的車子 他的車子 是每小時一千 在請問 這邊的紅綠燈 有辦法融入那麼多的熱 所以我建議 整體的話 文明都太多 和這個交通不能疏通的話 那實際上 這邊的居民是受害者 下一張 那你知道這個是斷層在上面 那這是高風險的開發 那建議柯市長優先 以公共安全來考量 順應自然來開發 為公園 防災公園 或地密度 就是剛剛那個 陳局長說 講的說 專案以後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是改成 地密度開發 或公園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孫景浩是孫先生 下一位李毅林 李小姐 請準備 那各位 喂 控檔時間 我們洪建議洪議員 也到了現場 大家好 請財政委員 謝謝 這次廣實救災動線規劃事項 這是廣實救災動線規劃事項 是廣告人